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一位文化研究领域里面 不可能会忽视也无法回避的一位学者 他的名字叫Steward Hall 他其实被称为所谓的文化研究之父 那当然这样的头衔等等 有的时候都是一个荣耀史甚至有点夸诗的 但他确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无论是他的思想上还是他的生平 所以今天其实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位学者跟思想家 就像介绍一个朋友给大家一样 大家可以透过他的一些发展的理论啊脉络 也来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跟内容是对于你的研究有帮助的 也因此我觉得透过文化研究大师的一个疏离他的生平啊 跟他的思想 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 渐渐发展到现在所谓 popular culture studies 通俗或者是流行文化的研究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课题是我们还可以去处理 跟可以去探索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文化研究可以去哪里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课题 那从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年在流行文化研究 通俗文化研究的领域里面 其实有很多主题是蛮多人在探讨的 其中很有趣的一个就是BTS 那我们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看到BTS的学术研究会议 通常学术研究会议里面会出现的呢 就是学者、博士生、硕士生 聚集在一起发表他们的论文 不同的主题、非常学术宅的场合 通常可能发表个20分钟 有10分钟的QA 那但是大家都很注重 就是围绕着同一个可能主题 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团体音乐的乐人 在比较稍微流行文化研究 刚开始很多人关注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很夯的题目 像例如说Madonna 因为Madonna有太多的我觉得层面可以切入讨论了 包含例如说她音乐的制作 包含她的性别的角色 然后跟社会产生之间的关系等等 那还有她与Music Video之间的关系 还有她对于影像的使用 很有趣很多元 那同时例如说Disney的电影 然后还有她的甚至延伸出来的 例如说Theme Park等等 不同的面向她的人物的塑造粉丝的文化 也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探讨 那例如说可能包含 科幻小说啊 怎么样在流行文化里面被再现 跟被使用 这类的课题其实真的是足返不及背载 但确实也是当我们在思考流行文化研究的时候 会可能被不同领域的学者来稍微有一点问号 就觉得是不是鸡毛蒜皮大的小事都可以在流行文化研究的领域里面被看作是非常重大 那其实所有的研究我们终究希望能够产生一个意义上的诠释 例如说这个BTS的音乐在全世界那么流行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说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建筑在一些研究基础之上在跟社会对话的 所以今天我想要带大家看Stewart Hall 有一个原因是 他算是我们所谓说文化研究理论建立基础的一个大师 那回头再看那些理论建立基础 我觉得也有机会帮助我们思考 我们跟我们的题目怎么样来做一个对话 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基础 好 所以呢 今天我除了要介绍大家Stewart Hall是谁之外 也会稍微聊一下他的思想 那他的思想呢 我会聊一些他曾经有写过的东西 参与过的社会的一些运动 那还有他身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他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放在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跟社会里面 除此之外我也会想跟大家聊一下 他所贡献一些相当具有影响力的理论 那他的理论其实是在很多不同的研究领域里面都被看见的 那这也是一个文化研究会有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具有一个跨领域对话的一个能力 包含在媒体文化的研究的范围里面 Stewart Hall呢 他其实有一个蛮为人所知的理论 是跟质码跟义码有关的 其实之前还没有深入聊Stewart Hall的时候 在课堂上我就已经援引过这个理论 所以今天再跟同学们再可以多讨论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直到今天都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的观念 就是认同 identities 那我也想要透过聊一聊Stewart Hall对认同的一些看法 跟他的一些基础 可以跟同学讨论一下 有没有一些什么关于认同的面向 是你们的研究里面也会处理到的 另外呢 我想要提供大家一个流行文化研究的 算是经典比较早期的产出 Stewart Hall跟他的另外一位研究的伙伴 写了一本书是跟Sony Walkman 就是日本公司所生产的随身厅有关的 那这是一个洋洋洒洒的一本书籍 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面向 他探索的其实不只是Sony Walkman的 对于文化来说的意义 还有社会跟经济上的一些意义 所以我觉得他使用的一个研究的架构 其实还蛮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吧 Stewart Hall 他出生于1932年 在2014年的时候过世了 他出生于Kingston 亚麦加的首都 那他的背景其实是非常有很多多元的族裔 包含非洲 印度 他也是 家里也有来自于葡萄牙的犹太裔的背景 那同时也有英格兰的一些协同 他为人所知的身份主要是 他是一位在英国应该说是发迹与成长 跟后来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 还有政治活动家 他非常活跃地参与许多公众议题的讨论 他所后来被可能归类代表 还有在我们在梳理学派脉络的时候 常常会说他是英国文化研究 还有博明罕学派的一个代表人 同时他也跟Richard Hogwarts跟Raymond Williams 很算是有理论上一个互相承袭的一个基础 那这几位呢都是我们所谓博明罕学派 还蛮常会提到的理论大家 Stewart Hall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相关的讨论 那他确实也是在arts跟populararts上面 其实有蛮多的贡献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他处理到popular 通俗这个概念是他的学术生涯比较早期的时期 后来他比较我们等等会聊到 转向去处理政治社会不同面向 包含新自由主义政策等等相关的问题 还有种族以及族群的认同 那就像中间那本书一样是一个非常影响巨大的 就是他这方面的思想 关于种族啊关于族群关于国家 那另外呢BFI有一个The Stewart Hall Project 那他其实是一个纪录片 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的 他里面把Stewart Hall的一些思想跟他的人生梳理的还蛮清楚的 就像刚刚我们有谈到的Stewart Hall一般来说被认为是文化研究之父 有趣的是他也同时被认为是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之父 他属于一个我们所说疾风世代 Windrush Generation 那简单的来说 这个世代是加勒比海一带的移民 通常在二战结束之后移到英国 那其实他并不是最传统意义上的Windrush Generation 因为他出生于亚买家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他一路就是蛮会读书的 所以他最后其实是拿了Rod Scholarship 是一个罗德奖学金 到牛津大学念大学 所以对他来讲 其实他并不是 那时候的情况并不是最所谓基层的移民 Windrush Generation其实指的主要是二战之后 因为英国国内缺乏劳动力 所以他们算是积极的鼓励跟开放一些 Commonwealth就是英联邦的国家 来让人力进来 那主要也是填补当地的劳动力所需 其中呢像亚买家 还有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国家 其实就有蛮多人口是这样来的 但是后来其实Windrush Generation 近年来成为一个政府的丑闻 因为这些当时被找来 欢迎来工作的人 其实后来政府的处理有许多的问题 包含他们没有明文的身份 那所以他们可能在英国已经工作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直到现在 他们还是有一些 没有办法享受英国应有的一些资源 包含医疗的 包含身份的 租房的 那政府甚至是把他们当时入境的一些文件 已经销毁了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 当时的首相Teresa May 还有出来正式道歉这件事情 大概是因为Steward Hall 他也身处这样子的一个世代 所以他对于英国社会 几波排斥移民的这种社会争议 一直具有很高的学术上 还有人文上的关怀 其实有另外一位有趣的学生 我想可能大家有关心过 就是叫做Benedict Anderson 他写了一本对台湾影响蛮大的书籍 叫做想象的共同体 他其实也是在英国求学的时间 突然之间对于移民的身份 然后还有种族的相关的认同感 很强烈 激发了他某一些后来学术的产出 那但是对Steward Hall来讲 更不一样 因为刚刚讲Benedict Anderson 他其实是爱尔兰人 但Steward Hall呢 他其实有一个 更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会是他的黑人的身份 所以因此他的黑人的身份 还有意识跟认同感 在英国的时候反而更加强烈 我相信这件事情 同学应该觉得不会到太陌生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 如果我们的认同是我们是台湾人 相信应该大多数的同学是这样子的认同 但今天我们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如果生活的比较久 其实你也会对你台湾的认同感 有一个不同的改变 那每个人的改变可能不一样 但Steward Hall他其实他的思想 跟他的一些后来的产出 也是跟那个认同的梳理的过程是相关的 其中他主张很重要的一点 是英国社会现状的诠释 不能缺少黑人及移民弱势群体的观点 他的学术生涯里面 其实一直不断强调这一点 是这些黑人跟弱势的移民 他们一直都已经在这个社会里扮演某种角色 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被主流的文化 或者是上层的社会 马上就能够看见跟接纳 但是社会现状的诠释 如果少了这些观点的话 它就是一个错误 它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诠释 那所以因此现在甚至各国所提倡的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有蛮多的面向 其实是也一个层面上 被Steward Hall的思想来影响 Steward Hall很有趣的是 他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学术人员 也就是读完硕士之后读博士 读完博士之后做博后 做完博后之后成为一个大学的全职的老师 他的路径比较不一样 他本来是在牛津当博士生 可是他博士其实没有念完 他当时没有想要写论文 反而他去了伦敦的一个城市 一个小城市叫做Brixton Brixton算是伦敦的一个区域 当代课老师 在当代课老师的同时呢 他白天工作 晚上呢就跑到SOHO区 SOHO就是同学如果有去过的话就知道 那是很多有趣的艺术文化等等的发源地 就像是有点像纽约的SOHO一样通常都是很多有理想抱负艺术家聚集的一个中心 当然他们渐渐后来都变成一个很贵很潮的区域 但是是在晋升化之前 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氛围 晚上呢Steward Hall就会在SOHO 跟一些一样有思想抱负的人一起来写作办杂志 他创办了新作义评论New Life Review New Life Review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具有影响力一个左派的刊物 那个时候这个刊物可以说是左批具有极权性格的共产主义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1960年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就是这整个那时候世界的脉动 渐渐的应该是70亿这样 那包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包含苏联跟美国的这样子的冷战 所以New Life Review里面有一个算是杂志上共通的一个立场 是他们一边批评极权性格的共产主义 同时也很不相信英美的帝国主义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是Steward Hall一开始他的思考的一个根源 一个从很posh那种贵族学术阶级的城市 牛津移到伦敦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移民为重镇的一个地方叫Brixton 他其实体验到了英国主流社会本来排斥 或者是边缘化底层群体和文化 而且Brixton其实有非常多来自于加勒比海的第一代移民 那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区域 他其实也是我在伦敦最最最喜欢的地方 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那当然我所经历的时代跟Steward Hall在那边扮杂志的时间已经差了也许50年 但在Brixton这个地方还有他的扮杂志的经历 让他很重视底层边缘群体以及他们的真实生活经验和文化的价值 他也就培养了他自己在文化研究上面的一个视角跟地域 这是Brixton现在的样子 也是我在整个伦敦最喜欢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 它叫做Brixton Village 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市集 那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国家的传统食物 我在那边吃过我人生中最喜欢的智力的食物 那还有一些杂货 那现在渐渐有点变得比较潮 但是还是拥有一些些大概一半一半吧 就是很传统的一些族群的文化 那下面一个是Brixton的一个很有名的钟楼 附近有一些电影院啊等等 那它确实在人口上是伦敦最族群上最 伦敦市里面族群最多元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过去当然也跟我们之前有讲过Toxus这个地方在利物浦 有一些类似的历史就是包含警察知发芽 然后暴动啊之类的一些问题 贫穷的问题 但它最近确实是整顿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安全 那但是同时也就是房价越来越贵 我那时候在Brixton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些有趣的小商店 包含就是受到非洲所谓移民社群在英国 所谓有点污毒信仰的一些商店 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Drive away evil spray 驱赶邪恶的一个喷雾 我现在有点后悔 我觉得当时应该要买下来的 因为现在人回来了 比较难以接触到这些有趣的事情 但我之前每次在Brixton 就是走进这些小商店啊等等就可以花好久的时间 因为确实是可以感觉到很多多元族群的文化 在一个城市里面渐渐衍生出不同的面貌 Brixton孕育了Stewart Hall和他的思想 我们想要先聊聊一下Mayday manifesto 在1968年6768年的时候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甚至记得 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的氛围是 爱之下刚过Betles刚出话讲的军草 欧美的年轻人可能在反战 那反越战 那当时呢 霍尔和另外两位左翼的舰将 Williams跟Thomson 起草了后达200多页的一个五月天宣言 Mayday manifesto 那时候他针对的其实不是反战这件事情 而是针对着当时英国的Labor Party 劳工党有一些政策上方向上他们非常非常的愤怒 他们觉得他们辜负了对全民的一些期望跟承诺 那主要他们所提出的 是劳工党执政之后依然受制于当代的保守的新资本主义 他们所选择的是去保护金融资本的权利 而不是一般普通人就业啊 医疗啊 教育上的资源 这是一个英国左派 或者是说像包含Stewart Hall 新左派 非常贯彻跟常见的一个思想 在Mayday manifesto里面 他比较细的去评论了一些英国当时社会的状态 包含贫富差距的问题 包含在贫穷线以下的人 没有办法生活的问题 包含住房 有些人没地方住 然后很多的房屋被私有化 还有例如说公医制度 因为英国拥有全世界第一个所谓的公共医疗制度 但是同时公共医疗制度当时有非常多的问题 包含医疗资源不够 包含护士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微薄的 但是工作状态非常非常差 其实这三点 后来的一些学人从今天的角度还去看 依然存在于英国的社会 尤其是在COVID-19之后 这三点问题完全都是存在 而且甚至第二点跟第三点 因为英国渐渐转向更加保守派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小政府 那裁册公共预算支出 其实变得更加更加严重 也因此就连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 那时候Stewart Hall参与的Made a Manifesto的撰写 还是会心有其其言 那时候他们的很明确的观点跟结论是 社会主义是有需要的 但它必须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 因为他们说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 能够提供人类治理的恢复一些些机会 相对于在新资本主义下的大的一个转轮 然后就被带动 而没有办法有人类的一个主权跟任性的恢复 所以其实那时候Made a Manifesto 算是一个集体的文件 后来有很多人签署 包含有70多位的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士 然后还有学者等等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社会运动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就发个paper在某个期刊上 那我们也会聊到说Stewart Hall确实他的一辈子 他的角色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在学术机构里的 只对相同的研究课题的人说话的知识分子 他积极地参与英国的公共生活和辩论 一辈子都是这样 那从1960年到70年的时候 他还是有所谓工作的一个组织跟机构 那就是波敏罕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在1980年左右 他从波敏罕移到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渐渐地后来他所批评的对象是柴切尔主义 那大家如果有看过The Crown 皇冠的话 应该也会非常能够理解这种 为什么柴切尔夫人当时的一些铁血的手段 还有例如说放弃礼物谱 放弃一些西北比较贫困的一些区域 能够被解释成他这种威权的民粹主义 当然他的思想的核心可能可以唤起某一些民粹的情绪 那些情绪包含中产阶级觉得我们是中产阶级 是因为我们超级努力 那所以那些比较不努力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 那为什么我们要帮他们呢 所以这一类的 Stuart Hall那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担心 而且他预言Sacherism 柴切尔主义会比Sacher本人还活得更久 那这件事情确实也在后来英国的政治上是有反映出来的 他从来没有去回避他的左派 还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立场跟身份 但是呢 他同时也说自己所主张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他认为去反复的强调理论的开放性是非常重要的 他认为封闭的自我生成的决定论对于任何的理论 包含马克思主义而言都是有问题的 当时的背景脉络其实在西方的社会已经开始严肃的批评 某一些版本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延伸出来的一些社会形象 包含可能中国苏联渐渐变成一种压迫个人的一个体制 也因此他认为这些理论必须要开放不停不停的自我修正 他认为在实践跟反思当中 必须要不断的辩证跟修正 这样子的马克思主义才会是有可能对于社会有一个正向的持续性的帮助 接下来想要跟同学聊一下传播媒体与文化研究相关的领域 Steward Hall曾经提出的一个质马和易马的传播模式 这个模式其实在讲的是在文本的创造里面 知识的框架 生产的关系 技术基建 就是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都会影响到编码的过程 而编码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他必须要在某一种意义的结构里面去完成 接着会有一个把节目化为意义的论述 就是Program的过程 如果大家想象成是例如说制作一个电视节目的话 会是通常编码跟意义结构已经决定了 再去化成某一种论述 然后实际的把它完成产生 后来进到了乐听人的眼里跟耳里 就会有一个解码的过程 而乐听人各自也可能有自己的某一种意义的结构 那个意义的结构跟本来生产者的意义结构 可能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但同时呢 这样子的解码过程完成之后 又会回到了所谓乐听人这边 他们的知识框架 然后他们的生产关系 还有他们的技术基建理念 因此其实这个制码跟易码的传播模式 某个程度来说 Steward Hall其实也相信 罗兰巴特所谓作者已死的这个概念 但是其实他在这边 他认为了到更多 Steward Hall他的思考其实并没有完全觉得 乐听人都是自由的 然后都是具有很大的能量 因为毕竟他还是把生产关系放进了讨论的整个范围里面 因此他其实相信生产者和传播者某个程度拥有一个强势的地位 但是同时乐听人也因为他们自己拥有不同的意义结构 有可能能够转换出某一种在易码之后不同的意义 Steward Hall也很常讨论关于认同这个主题 identity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翻为是主题或者是认同 后来其实比较早期可能会把它翻译成身份 但是呢 这也是跟就是理论的进展 跟大家思想的脉络的演进是有关的 传统上认同好像比较被认定是一致的 是个人的 是固定的 而且是某种个人所具有的本质 那既然是本质就很难改变 那identity可能在翻译为身份的时候 指的可能是某种固定的种族 某种固定的阶级 某种固定的性别 但是Steward Hall他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认同其实是一个建构的事实 是不但在化成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 becoming是渐渐才会变成 那他可能是一个事实 但他是建构成的 而且他可能是会流动 可能是会因为着时间 因为着不同的场合地点 而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版本 或者是不一样的样貌 所以Steward Hall他认同其实是一种生产 他是会有流动性的 而不是像传统上我们认为身份 他就是一个项目 他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本质 然后是可以所有人都同意 并且马上就能够决定看得出来的 聊到文化认同的时候 Steward Hall的理论里面 其实会提到两个面向 第一个呢 象征的可能是比较多集体性的 包含种族和族裔 集体跟共用的历史 那个东西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会有一个集体性的共同的意义 第二个面向 在文化认同里面会是不稳定 无定型甚至是矛盾的 也因此他的理论里面 其实提到这种同意性 同意性 oneness 跟差异性 difference 一直在文化认同里面 扮演一个很积极的角色 因此与其把认同是当作一个实现的事实 一个fact 不如把它视为成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生产过程 so it's a production which is never complete 那也因此在我们探讨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认同 跟他人的认同的时候 有一个面向是那个生产的过程 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讲是非常有趣的 我相信关于文化认同这一点 大家都不会太陌生 因为我们身处于台湾 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可能年龄层啊 族群啊等等 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地方 也因此 我相信这个例子大家一定就可以了解 知道个人是什么认同 是一件事 但是其实更有趣的是 那个认同是怎么产生的 那通常也会是文化研究 当处理到认同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重视的一个视角 我们可以说这样子的视角 跟Steward Hall的理论贡献也是非常相关的 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Paul Duguay和Steward Hall 他们写的这本文化研究的经典 跟Sony的随身听 Walkman有关的一个书籍 在这个研究的里面 书籍的里面 他提出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文化流程模型 那这个文化流程呢 包含了五个环节 其中包含在线 说Representation 那在线的意思通常是用某种媒介再次呈现事物的形态 所以媒介有可能是包含 例如说电视 电影 音乐 所以在这个在线的过程中 这些事物并不是一个它具有本质性 每个人接受到的跟呃就是呈现的方式都一样的 而是在线是一个一个一个呃再次呈现的事物的形态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环节是我们刚刚谈比较多的认同 同时有生产这个环节 消费这个环节 还有规管 regulation这个环节 Paul DeGay跟Stewart Hall 他们其实在探索的 包含说随身听生产过程 这就跟刚刚所说 生产是有关的 使用独特的一种生产方式 例如说包含啊 那Sony是一家日本公司 它的headquarter可能在东京 但是它将生产和销售的经营 移往世界各地 包含英国德国美国都会有他们的分布 在各国呢设立地方的经营机构 那在这个呃全球性的企业它的关系里面 生产关系里面 就呃显现了一个全球跟所谓地方的关系 那通常所谓全球 指的好像是一个统治的地方 以Sony的呃的结构来说可能就是日本东京 那地方呢是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 他们去回应这个统治的地方的一个需求指令 然后去完成一些呃他们想要完成的事情 也因此这是一个跨谷企业非常常见的一个模型 同时呢在呃 它有可能会随着时间消费的状态地点跟生产的过程所体现的价值观而改变 而意义并不是一个会被发现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在在做文化相关的研究的时候 目前一定也已经有所体验了 就是意义这件事情怎么样渐渐渐渐渐的被建构创造出来 而那对我们来讲应该也是我们的研究一体上非常有趣的地方 同时呢 Stuera Hall 跟Portigate他们也有在关注说文化工业 以Sony Walkman的制造的一个这个案例来看 其实我们见到文化工业怎么样 它是一个硬体跟软体的结合 在文化生产渐渐工业化 变得有一种工业化的体质跟机制跟流程的时候 其实工业生产也正在文化化 变得有一些其中它特定的一些文化的流程跟文化的内容 那另外呢 当我们聊到所谓随身听的消费 这两位学长他们也提出了 它的使用如何把公共和私人的空间 公共的音乐的消费跟私人的音乐消费 中间的线变得很模糊 而这具有极大的文化跟社会上的意义 甚至呢他们的探讨里面也有说 一些比较担心或者是也许我们说味道比较保守的人士 其实当时是很担心的 因为他们担心某一种公共性跟公共的文化 可能会被瓦解会没有 但更多的观点其实是在 有没有音乐的消费 可不可能变得更民主化 变得更开放 那虽然说可能每个人现在有随身听 他可以听自己的音乐 甚至走在公共空间 这个情况好像一个人是更孤立了 但仿佛 仿佛其实在公共空间上也有某一种 新的可能性新的对话的机会 那所以这也是他们的研究里面有关注到包罗万象的其中的一个层面 如果我们把讨论在移回所谓质码和易码的传播模式 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霍尔所说的这个框架里面 其实它确实是像刚刚有提到一点点的 它没有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John Fisk 另外一位英国学者 这么这么的乐观 他对于乐听人 他确实仍然把乐听人的角色放在一个制作文化产品 但是他们接收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关系里面 虽然可能有所谓编码的过程 有解码的过程 而这样子的意义结构里面 可以产生不一样的一些诠释跟不一样的意义 但是他并没有像John Fisk一样那么的乐观 觉得popular culture 永远都是有一个反抗的可能性 他其实相对来讲 Stuart Hall 他是非常的注重结构的 因此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Stuart Hall他相信作者已死 他相信意义可以被使用文本的人 来做重新的诠释 但是他同时也相信产制中间的权利结构 如果要来总结他的思想 虽然大家看到了他研究的范围领域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其实终归他的核心思想 他相信了当下的历史时刻 是过去的重新拼贴 虽然永远都有强权在争夺实施 但是庶民也可以争夺这些缺口 有机会来突破一些闷局 那这个相信大家 我们之前聊到说 他对于柴契尔主义的批评 他对于工党政府的不满 那他对于马克思主义 应该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坚持 其实都有这个角度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是承认有某一种强权 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那至于在文化研究的结构上 其实也显现了出这个特质 也因此就是为什么 他在写Sony Walkman的时候 他其实也讲了所谓全球化的一个 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公司 他的结构跟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同时也会看 个人在使用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同时Stewart后他也相信 理智的分析不能不悲观 当一个人理智的来思考的时候 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 很难以撼动 因为有权有势的者 确实是善于弄权造势 但是知识分子还是要保持乐观 要有行动的意志 要相信在历史的场合里面 变革虽然很难 但是事局有永远改进的可能性 这些是一位学者叫马杰伟 在2014年Stewart后刚过世的时候 他所写的一篇文章 那是在致敬Stewart后 那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会把这篇文章也放在我们的reading list里面 大家可以就看一看 可以看有更有兴趣的可以再看多一点细节 但我觉得他其实把Stewart后的一个思想 跟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意义 讲得还蛮好的 那其实在大概90年代以降 一些渐渐被nurture 渐渐被滋养 然后成长茁壮的文化研究的人员 很多都非常被Stewart后所影响 相信的一些价值 包含多元文化主义 包含呢 基层的生活的多元性 还有对于社会来讲的重要 其实都还蛮呼应 Stewart后的思想的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进入今天的课程的第二个 讨论的区块 我想要带同学再来看一下 这个五个环节 所谓文化流程里的五个环节 这边还多了一张图 所以在线 认同 生产 消费 规管 我鼓励同学用这五个环节来思考 你所在研究的一个议题 不管它是一个文化的现象也好 不管它是一个事件也好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 你专注的焦点 可以是你的说论 也可以是这堂课的 的作业 就都可以 看你觉得哪个适合你 哪个比较想要讨论 但这边这张图 其实能显现的一件事 是这五个环节 其实并不是绝对紧密的 谁跟谁相关 而是它中间都会有一些连结 跟互相的影响的可能性 那也因此我想要 鼓励同学来讨论的是 这第一个问题 这五个环节 哪一个和你的研究方向 比较相关 可能应该会有一个 是你探讨的主题 对不对 因为毕竟我们可能 不是要写一整本书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每个都有 一定程度的琢磨 因为如果每个都要写的话 可能就会每个都写得很浅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哪个比较相关 那为什么那是你研究的 最想要专注的面向呢 第二个问题 既然文化流程 并非线性式的 可能环环相扣 你讨论的面向在哪个环节 关系较紧密 有没有另外一个环节 或者是两个 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你不可能只处理一个环节 也可能会带到其他的 那你觉得需不需要处理 那有可能需要有可能不需要 就鼓励大家去想这个问题 第三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 在研究的过程中 是否会面临需要聚焦的挑战 当然在一个文化流程里 如果我们认为 Stuart Hall的这个理论是可以供参考的 确实是有可能 有一些 这五个环节你都想要带到 但是可能太广了 所以当面临到这种聚焦的挑战的时候 你想要怎么处理 你会怎么处理 那也可以跟同学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想法 也许现在还在处理之中 也许现在还有点疑惑 但没关系 这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讨论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 那如果有办法的话 我也有机会给大家一些些feedback 好 休息一下 思考一下这三个问题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来继续讨论